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就没有了往日的激情 一切就像三十而已中 陈宇对钟晓晴说的那样 日子越来越沉闷 没意思 就是这些鸡铃狗碎 才让日子变得越来越没意思 其实 变暗淡的不是婚姻和生活 而是人 如果每天睡觉之前 夫妻二人愿意花时间 做这三件事 感情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 分享白天的经历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金钱 不是地位 也不是外貌 而是交流与分享 正如何炯在深夜食堂里说过 这样一段话 在一段关系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外貌 也不是面包 甚至不是忠诚与否 而是分享 深以为然 无论白天有多忙 一天之中 也应该有一次分享 不仅是让对方知道 自己心里想着它 也是让对方 更多地了解自己 彼此之间更坦诚 真实 今天在公司可斗了 哈哈 真的假的 骗你干嘛 还有还有 也许这些经历 对双方而言 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但它却在无形之中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奥斯说过 在婚姻上 最具毁灭性的问题 在于缺乏沟通 尤其是爱情 性和金钱方面 如果两个人晚上 只是躺在一张床上 各做各的 却没有丝毫地交流 那这对夫妻也就失去了 相守相伴的能力 所以 夫妻之间重要的 不是在聊什么 而是在聊的过程中 彼此之间 都有了被需要的感觉 二 给对方一个拥抱 拥抱是这个世界上 最温暖的动作 因为拥抱的时候 张开的双臂 那是一种信任和安全 接纳和喜欢 是爱的体现 不用轻轻磨我 也不用耳边撕磨 只是简简单单地拥抱着 听听彼此的呼吸声 你就能感觉到两颗心 互相读懂的感觉 所以 拥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在综艺节目 《我家小两口》中 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契兰一和老公若峰 吵架过后 若峰会送他999朵玫瑰 会在网上订好浪漫西餐厅 会给他布置所有的浪漫 网友们都觉得 契兰一已经很幸福了 不能那么作 可是契兰一说 其实我可以不要999朵玫瑰 浪漫西餐什么的 我要的就是 我跟你吵了架之后 你就抱着我就好了 爱情语中有一句话 人之所以有两只胳膊 是为了拥抱心爱的人 很多时候 拥抱并不是简单的生理行为 在彼此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候 一个暖暖的拥抱 能瞬间给人一种力量 一种信念 似乎在告诉你 别怕 有我在身边 夫妻之间 无论什么时候 都需要有拥抱的能力 因为想要拥有一个拥抱 不是缺爱 而是渴望 有人懂 再好的夫妻也不可能不吵架 网上有句话说 再好的婚姻 一生中也有100次离婚 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想法 因为夫妻本身就是两个陌生人的结合 在朝夕相处中 难免会有摩擦和矛盾的出现 所以 吵架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错误的吵架方式 大家都知道 黄磊和孙丽是有名的模范夫妻 但黄磊自爆 自从生完三胎以后 他们也经常吵架 孙丽一旦三个孩子忙不过来 黄磊的丈母娘也经常过来帮忙 有的时候 黄磊回家晚了 孙丽也颇有威慈 但在每天睡觉之前 两人一会把当天的假吵完 绝不过夜 时间久了 两个人在出现矛盾后 就开始互相的道歉 没有谁先谁后 而且 两人不经常吵架 每次生气 双方都会互相提醒 吵架致癌 没必要 对于吵架 心理学家曾给出这样的一个理论 吵架的建设性意义 在于吵架实际上包含的 相互对立的另一种情感 即 吵架背后代表的深层含义 请关注我 看到我 听到我的声音 重视我的需求 说白了 吵架也是属于夫妻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沟通需要技巧 吵架当然也需要 对于建设有不同的意见 发生了分歧 这并不可怕 也很正常 真正可怕的 是吵架之后 不懂沟通 用无休止的冷战 杀死了两个人的感情 吵架归吵架 吵过之后就翻篇了 如果吵架不加控制 不把握一个度 那必然会加深矛盾 引起想象不到的后果 毕竟真正的爱 不会忍心 让对方难过 在一段感情中 总是不在乎对方的感受 再浓的爱 也会变淡的 结为夫妻的缘分来之不易 学得会珍惜 才能得到最大的福报 而想手务好一段婚姻 相互沟通 相互包容 相互陪伴 三者却依不可 在变老的路上 谁都不愿孤身一人 所以 别让难得的缘分 在两个人的冷漠中消散 珍惜当下 握紧身边人的手 坚定地一直走下去 这才是生命最好的结局 愿你我都能找到 那个懂你的无助脆弱 接纳你的脾气缺点 与你共同成长 拉着你的手 一起面对风雨的良人 相守 相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深秋了 天气转凉 大家最近都还好吗 也许有些朋友 最近会感到情绪有些低落 心情有些压抑 但这是很正常的 临床上叫做 季节性 情绪失调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受 不妨试着多去户外走走 闪闪太阳 这可以调控 这可以调控我们大脑中血清素和退黑素的水平 从而缓解这种感受 比如 早晨或中午 抽出半小时空档 到家附近散散步 周末 走一走不曾走过的路 或是约上三五好友 到户外去秋游 聚会 当然 注意安全 请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 晚安 祝你有个好梦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阿豪 私心交流哦 期待 与你相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